ok 好来在这边呢我要教大家第10课 就是数学的第10课 Consumer Mathematics里面的Financial Planning Financial呢就是财务 So我们要懂得怎样去做我们的财务管理 然后财务管理呢 我们一开始有5个步骤 ok 然后那5个步骤是什么呢 Setting Goals 就是说我们设定目标 然后Evaluating Financial Status 就是你要了解自己 是 的财务状况 就是说 你每个月赚多少花多少 然后有多少的那个 资产 然后你还有多少的那个 债务 然后过后呢我们就要 Creating Financial Plan 就是说 我们需要 设定一些 实行的 那个 做法 然后 我们设定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 去 实行我们的Financial Plan 然后 最后的时候呢我们 要Review 跟Revise Progress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目标可能是要用一年来达成的 然后 你做了那个东西三个月和五个月之后 你看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你 重新调整的 这个就是Review跟Revise的一个步骤 好 好 感谢观看